美国在阿富汗丢掉的面子被塔利班亲手送给了中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在阿富汗丢掉的面子 塔利班亲手送给了中国 在塔利班掌权后 美军仓皇逃离阿富汗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一转眼 美国居然又打起了重返阿富汗的主意 前段时间 美国国务院一份战略文件曝光 其中提到 美国正在谨慎地探讨 在不承认塔利班政权的情况下 重开驻阿富汗领事馆的可能性 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搞笑了 想在人家境内开设领事馆 但又不想承认当地政权 甚至美国手里还扣着人家阿富汗百姓几十个亿的救命钱 美国的无耻确实一再刷新我们的认知 既然当初仓皇逃窜 为何现在又打起了阿富汗的主意呢 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战略文件中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一 支持美国在中东的防恐工作 二 方便美国为当地贫困百姓提供经济援助 三 便于与地方进行接触 四 便于为阿富汗境内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五 协助那些希望移民美国的阿富汗人踏上自由之路 前面四条 抛开不谈 就这第五条 看了让人发笑 美国的移民问题早就击中难返 成为了两党斗争中最为激烈的一个话题 就连来自拉美的移民 美国都要挑三拣四 美国哪里瞧得上这些阿富汗移民呢 更何况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移民问题相当敏感 拜登犯不着在这个时候刺激选民的神经 其实在我看来 以上五个理由全是扯淡 美国要重开驻阿富汗领事馆的目的 无非两点 一是找回当初的面子 二是要重新开展阿富汗的情报工作 别忘了 美国外派的外交人员和CIA之间的联系 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目前中东局势相当复杂 美国颇解需要更多可靠的情报信息 从这个角度来看 重开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计划就能够说得通了 当然 在不承认塔利班统治的情况下 美国想重开领事馆 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 所以当初丢掉的面子 美国恐怕很难找回来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美国想找回面子 却求而不得的时候 塔利班却亲手将面子送给了中国 上个月月底 阿富汗临时政府驻华大使卡里米向我国递交国书 我们欣然接受 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说了下面的这番话 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同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接触交流 鼓励其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共同帮助阿富汗推进重建工作 支持阿富汗打击爆股势力 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对塔利班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 我们不将其视为国家主体更替 而是阿富汗的内政 既然是内政 中国不会干预 而是接受阿富汗临时政府递交的国书 并将其视为正常的外交安排 这与我们过去对阿富汗的政策 其实是始中如一的 正是因为中国这种给予足够尊重的态度 所以塔利班愿意给中国这个面子 其他国家也乐于和中国打交道 反观美国心理上瞧不起塔利班 但实际利益又推动美国与塔利班沟通 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既要还要的畸形计划 实在是荒谬 可笑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